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配上谁就还配 大米耶 二米耶 二米耶 小米耶 小米耶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快乐的Family 一场快乐的Family Family 媳妇 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周末 今天我值班 今天我生日 哎呀 我都忘了 怎么的 晚上还要炒几个好菜 隆重庆喝一下 炒什么呀 大葱蘸酱 鸡蛋炒大葱 葱毛羊肉 老婆 你等一会儿 我有点辣眼病 那个我跟你说啊 吃啥不要紧 明白不 主要是你把妞妞啊 哄着了以后 咱俩说话 来会听 这就很幸福了 我跟你说 这事别跟别人说 明白不 家里人都挺忙的 好嘞 我干嘛呀 我干嘛呀 赵经理 Happy New Year 怎么的 你要过新年的你呀 啊 不是说错了 那个是 Happy Happy Birthday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还记着我生日呢 当然了 赵经理生日我能记不住吗 是不是 来 赵经理 啊 看 呦我的妈呀 这什么 镯子 送给你一个镯子 不是 你别这样 不是 你俩大老爷们 你送了个镯子 什么玩意吗 我跟你说 我情感觉 他接受不对 你戴上 你给他戴手上 对 人得你休息 不是 哎 我戴什么玩意 我戴什么玩意 我戴上 哈哈哈哈 你说你 你送我个镯子 什么意思啊 那个 不是我送你的 啊 是门口的玉器店 那个张老板送给你的 张老板送我家 啊 不行 这可不能收 赶紧给人送回去 不是送给你的 是卖给你的 卖给我的 啊 这多少钱呢 一百 哎我的妈 咋的了 这么贵啊 啊 哎呀我的妈 一百块钱 他什么意思 卖给我这个 哎呦我的天哪 这有故事啊 啊 我跟你说 你要听了 你肯定得买啊 啊 玉器店的张老板 啊 由于他资金周转不开 啊 店呢 马上就倒闭了 啊 就差这一百块钱 店就流了 所以我一想啊 我们赵经理什么人呢 我们赵经理愿意帮助别人呢 是不是 热心肠啊 我咔我就给收了 你就得买 我跟你说 小鱼啊 哎 我发现你最近啊 进步的很多 爱心满满 这就对了 赵经理你带得好啊 行 这是我买的 啊 但是这一百块钱 我这 我没这么多呀 我一个月就五十块钱零花钱 这个月正好 一分钱没花 就五十啊 哎呦我的妈呀啊 堂堂物业大经理 啊 一个月生活费五十 是啊 小鱼啊 哎 我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 你借我五十块钱 下月我那零花钱下了以后 我还给你 没问题 好好好 来 四十二 那你这还没我多呢 你这个 拿着 五十加四十二 九十二 不行啊 这还差八块呢 这么大窟窿怎么堵啊 也是好 哎 赵经理你说这样行不行 咱跟张老板商量商量 说这镯子 咱不要发票了 能不能抹八块 再送瓶可乐呗 那就太好了 你跑这吃饭来了呀你啊 你啊 这样啊 还是动用一下我的私房钱吧 看看 看着吗 我就说 肯定有小金库 这还 找得了了你还 看着吗 看着没 我们赵经理是智商的 这踏着的花子 你看着没 藏着多隐秘 赵经理 哎 瓶子 不是 不是你那钱藏在哪个瓶子里了 不是 什么 这不就是钱吗 我跟你说 这这就行啊 这这一个瓶子好几 你对不到 慢点 还有巨型的出来呢 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 先先先先先 等会 这小区里边 这是啥 这不是瓶子吗 小区里边经常有人就乱扔这个 我没事就把它收起来 完了以后呢 那收破烂烂老刘来了以后啊 我就把这些瓶子送给他 今天下午老刘正好来 我就不送他了 我这回我把瓶子卖给他 没事 你这些瓶子能卖八块钱吗 没事 我到时候我跟老刘打一打感情牌 哎哟 你爸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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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的啊 乌烟黄了 要改废品收费站呢 去你的 不是不是 收起来收起来 慢点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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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大姐夫 哎 这这谁的 我的 这门口 张老板那个玉器店买的吧 哎 哎 你咋知道呢 多少钱买的 一百 一百 哎哟 干嘛 一百块钱买的 怎么的 他怎么会是一百块钱呢 啊 二姐夫 是这么回事的 你今天张老板呢 这个由于资金周转不开了 店马上倒闭 就差这一百块钱 就能把店救活 马上呢 我超级你就可以买了 哦 是这么回事啊 对 哎哟 大姐夫 哎 哎 你说你这个一百块钱买这么个大物件回去 你媳妇大米粒她能高兴吗 只听是就急眼了 但是没事 我回去做一下她的思想工作 大姐夫 你这个人啊 反正是小区不管谁有了难啊 你就会帮忙 对 这一点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嗯 但是小脸儿 你这次做的也不错 爱心满满的 但是介于你们两个的这个 这个经济实力肯定不行 是吧 那这样吧 你们把爱心都传递给我 好吧 哎呀 我给你们解决了吧 什么意思啊 来 这是一千块钱 啊 你拿着 哎 哎 哎 一百块钱 你给那个玉器店张老板 剩下九百块钱 你俩分分 好啊 哎哟我的妈 哎哟我的妈 一百变一千了 好好好 顺风 顺风 顺风啊 啊 我跟你说 怎么了 我发现你这个人哪 啊 越来越好 爱心满满 我跟你学的 咱不会变了这事吧 我要是后悔 我是你孙子 我管你叫爷爷 哎 哎 高刚子 哎 这事你也不能后悔啊 我不能后悔 我要后悔 你是我爷爷 我是你孙子 行不 听点了哈 好 听点了 听点了吧 我的啊 好好好 哎呦我的妈太好了 哎呀 把这个你这四十二拿走 哎呀什么 剩下一千块钱 给张老板送过去 不是 这一百呢 给张老板送过去 九百咱咋分呢 干什么玩意 分啥呀 都给张老板送过去 过去去 张老板 哎呀 哎呀 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呦我的妈 你咋来了呢 我送电证书来了 啊 这个镯子电证书 哎呀 那谁 那镯子赵经理收下吗 收下了 喜欢不喜欢 老喜欢 哎呦 老张 哎 刚着 看你真是 来来来来来 快坐着快坐着 我跟你说啊老张啊 经济上遇到问题了呀 你就说 大家帮你 你还用拿什么镯子卖我 这干什么这是 刚着 哎 这就是那镯子的鉴定书 太好了 那个把那钱给张老板送了 忘了忘了 这个 啥钱呢 张老板 哎 一千块钱 赵经理说了 都是你的 不是 不是一百吗 整成一千了呢 是这样 我把这个镯子呀 我卖给钱涮丰了 给了一千块钱 这样窟窿捕得 瓷瓷瓷瓷瓷的 是 那是谁啊 钱涮丰 钱涮丰啊 哎呀不行 那啥 当着 你给我要回来行不 那镯子我不能卖 为啥呀 整地 他 我这一着急啊 那镯子我拿错了 那是我媳妇的家妆不能卖 你怎么拿错了 你家俩 到 赶紧找钱涮分 把这银拿出来 快去 把这银子 我这 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这儿个杠着 要回来求你杠着 要回来 我去找你的 建定叔叔 对对对 一千块钱一千块钱 是不是 那镯子 有这么个情况啊 镯子他就不卖你了 是吧 去去去去 我钱给你没有 你给我了 镯子是我的 不是我现在把镯子买回来 后悔了是吧 爷爷 爷爷 你给我 我不给这 哪有你 我不卖了 你看啥 我不卖这个 你怎么这样 我的镯子 我的镯子 完了 我的镯子 你小脸 哎呀我的镯子啊 这可不是我啊 不是你啊 你摔的啊 我的镯子 我我我我 我 你得看起来 我摔一下 我的镯子完了 我的镯子啊 哎呀张老板 不是 你那尿急啥呀 挺大老爷们 你 不是一个镯子吗 我呸 一百块钱 这啥呀 这 这不是一百 是五万 五万 不是 小鱼啊 小鱼啊 小鱼 老张啊 你别吓唬他 这孩子胆小 小鱼 起来 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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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万 哎呦 不是一百 五万 哎呦 一百 十万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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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点是熏警惨呢 在这儿啊 不是 来来来来 你干脆就是 我起 我起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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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经理啊 你说这你一个一百 他这一个五万 你说我这他呢 好张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们说说怎么回事吧 这个镯子啊 我确实是认识 你站好了啊 这镯子就是五万 行行行 你站好了 前一段时间 我带着二米粒 到那个张老板那个店里 就去逛过 二米粒就看上这镯子了 哎 我跟你讲过价钱呢 四万八你都不卖我 哎一百块钱你卖我大姐夫 你什么意思啊张老板 老张啊 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怎么回事 他是真个事啊 这不是嘛 我看那小油漆店 啊 杠子没少超信啊 啊 这不去年我个个静音不善 他不是又赔了吗 当时赔了个底朝天 人家那个房主啊 天天对着我要房主 杠子出面了 给我做担保 然后我那小店是活了 真正异象了吗 你说我现在剩意好了 我能忘了杠子吗 这是他剩意 我就琢磨着吧 我先给兄弟一个好物件 上档次 踏着银你给东西他能要吗 指定不能要 我就琢磨着琢磨这么个招 不是吗 老张你说你干什么呀你啊 不是我这 你说你可真是的 我帮你不是应该的事吗 朋友之间嘛 不能拿钱来衡量 明白不 你看你这这么贵的东西 你说你怎么着 你这样吧 回头我回去我 我跟我媳妇商量商量 我当时陪你 好不 不 我要跟赵经理一起陪 所以陪一点 你什么意思 不是你什么 什么叫陪一点啊 赔一点 是一点 不是 那边是不是 你有钱吗你 你赔 你帅的你 你干什么呀你 钱是不是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你看看你吧 咋的了 这事明明你知道 怎么回事 完了你拿一千块钱来干这事 是啊 人家余小俩人家没钱 人家说赔 这是一种精神 看你 你要有本事你说个赔字 我关键你叫爷爷 我赔 别别别 我全赔 你拿啥赔 你拿什么赔 你拿什么赔 正了吧 来你好好看看 这个破镯子你好好看看 是你那镯子吗 这不是我的 这是假的 这是我从地盘上买的 一百块钱都不值 假的这是 看好了 这镯子是不是你的 这是我的 来我把它赔给你啊 谢谢你啊 那帮邻居们我赔了没有 赔 他怎么办 你说啊 你这样 这个要向前准分同志学习 向前准分同志致敬 顺分确实是不错的 好吧 就这样吧 哎哎哎哎 什么就怎么样了 什么就怎么 结果邻居都不大 我觉得顺分 顺分人是很正的 我们要像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叫我什么来着 我说什么了 你说什么叫我来什么来着 我什么也没说呀 你说了 我说啥 本来叫爷爷 什么 爷爷 他替我叫了 哎 你怎么叫我 哎呦 你有你怎么办事的 哎 那个 什么事 张老板还有点事跟你说 当着 这钱 那个是这样的 张老板 镯子不归远主 我觉得咱们得庆祝一下 另外你看好长时间没有去你那喝茶去 我觉得咱们得喝点茶 咱俩啊 咱们喝什么样的茶呢 咱得喝有档次的茶 明白 这个档次的花多少钱呢 阿姨一千块钱的喝 必须阿姨一千块 好啊 来来来 放下手里的活 召开一个紧急的家庭会议 不是 我做啥呢 都做完的呗 做完了就完了 来来来 快点快点 哎呀姑娘啥呢 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 咱们的家庭很可能会失去一位亲戚 你要离家出走啊 不是我 是我小姨父 你小姨父要离家出走 不是离家出走 不是 妈我问你 今天是什么日子跟我小姨父有关系 今天 哎呀我想起来了 那是你小姨生日啊 对呀是我小姨的生日 我敢保证 我小姨父肯定忘了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我小姨刚才给我打了电话 我仔细聆听了她在电话那头的嚎叫 大概内容就是这样的 我小姨父自从当上了经理以后 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眼里就剩下钱了 哎呀看不得身边的人比他好 身边的人比他好一点 他就羡慕基督恨 全部的经理全放在这儿了 根本就不回家 再这样下去 我认为这个家庭很危险 哎 孙芳你等会儿 你刚才说的这番话 妈咋约听 你像说你自个人的呢 是 我的家庭 谁说谁呀 不是我 是我小姨父 咱得赶紧想想办法啊 那咋办法啊 咋办法啊 不是这人家家的事 咱能咋办呢 咋办 硬办 你给他打电话 把他叫过来 我就不信我收拾不了他 妈 咱娘俩还真是想到一块去了 我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了 他一会就来 是吗 来了以后啊 你们听我的 哎哎哎 我呀 行 行 我去一会儿 就我一会儿 好 小姨父 小姨父 什么事 你来了 什么事自己办不了了 想起小姨父来了 我来给你办 我确实是办不了了 看见没有 上着听来的啊 来了啊 来了 小姨父 我问你啊 你看你这 你一天到晚你这忙什么呢 忙啥 啥忙我忙啥 哎呀把我累你 那你今天忙啥呀 今天没事 今天啥日子 重要日子 关键日子 对 哎呀 想起来了 我要账 哎呀 要什么账啊 小姨父啊 今天我请你来啊 我是想告诉你一点 你们公司的一些个小道消息啊 我们公司小道消息 你怎么知道啊 我怎么 我跟你们公司的赵总有业务往来 真的啊 哎 我天哪 赵总怎么说我 哎呀哎呦 我对你评价很高啊 是吧 哎 一块干的公司 虽然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 但是平时都是哥们 哎 今天我跟他谈话的时候 我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奖金条 现在全公司都在讨论这个事呢 有没有我的名 第一个名字就是你 多少钱 奖金一万 别 别过 哎 过来过来过来 啥事啊 过来 说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哦 奖金一万 我小姨父 得了奖金一万万万万万 看我干啥呀 她说的 哎呀 穗芬啊 那个你看清楚了 你小姨父真得奖金一万 一万 不是 那一万是一个一 后边有四个零 对 中间有小数点什么呀 你小姨父真得奖金一万 那一万是一个一 停 干啥呀你们 怎么这么个心态呢 啊 见不到别人好 咱们还是亲戚呢 啊 对啊 再说我 我是那个中钱财的人吗 多一个零 少一个零 对我来说无所谓 哎呀 三天繁华 坦纸刹那 百年之后 一把黄沙 你这境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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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父 何掌 你这么一说 你的境界很高啊 干啥呢你俩 那个炒土豆丝 做点饭 对 做啥饭啊 把土豆丝倒掉 待会儿咱们一块儿 出去吃海鲜 我请坐 不用吃海鲜呢 你家太热了 有水没有 有有有 有水 倒不上了 来来来来 哎呀 别激动 慢点慢点 小姨父啊 嗯 那个啊 你们公司有个叫李兴国的吧 李兴国我知道 他是第二个名 他得了一万二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小姨父 李兴国得多少 得一万二啊 他凭啥一万二 又是一万二啊 李兴国一万二 他 我是经理 他是保洁 不是 他是不是跟你们赵总有什么特殊关系 哎 这可能 都是男的有什么特殊关系 哎呀 妹妹 你消消气消消气啊 你听我说 那钱财都是身外职务 是吧 名利都是过眼云烟 三千繁华弹指刹那 百年过后一把红烧 背词挺怪啊 这说的对 对 是 是 我听你的 要不然啊 哎 对 哎 这怎么了这是 哎 哎 叫姨婆醒醒啊 别冻着 哎 哎 别在这睡啊 等我睡着了 是 缓缓的 你说的对 我不还是经理呢嘛 哎 对不对啊 对 他还是保洁 是 是 就是 这我说吃啥的一会儿 啊 那个 你们要吃海鲜吗 吃海鲜吗 吃啥海鲜 土豆丝没到就吃土豆丝吧 我这妈呀 海鲜和土豆丝 这差别也太大了 落差了 我落差更大 我是经理 他是保洁 他是保洁 哎呀 都知道了 来来来来 小姨婆 喝水喝水喝水 其实啊你们公司 有比你拿的少的 怎么样 大多数比我拿的少 我是经理 不是叫玩儿愣的吗 玩儿愣我知道 王二愣拿了八千 王二愣拿了八千 说什么呀 哎呀呀呀 这以后又怎么了 王二愣拿多少 八千呢 八千 王二愣 王 咱不说了 二愣 明白了吧 你说什么了 大傻子 在我们单位 哎呀 你跟他说句话 他三天听不懂 他跟你说句话 你也三天听不懂 明白了吧 不是 他拿 他拿八千 我应该拿八亿 小姨婆 你这是怎么了 不是 他拿八千 你不还比他多两千呢吗 我是比他多两千块钱 对啊 但是我掉了两千层脸皮 哎呀 我这单位我还怎么混 哎呀 他心里格局 对 钱财身外之物 哎 名利过眼云烟 三千繁华 谈指刹那 百年之后 一绑黄沙 错 你要再撒黄沙 我就自杀 哎呀呀呀 行了行了 妹妹 你不是要亲爱吃饭你吗 对呀 咱们去吃饭你吧 吃啥饭 你们俩高血压那么大 你别吃饭了 吃海鲜 高血压有关 当然了 你说吃多多汁 就完了吧 那怎么吃呀 对呀 买个罐面 买个罐面了 我也在这吃 还多一口玩啊 行了 也不怪我小姨父啊 她生气 我发现了 他们这个单位啊 有问题 不公平吗 你算说对了 啊 现在我的单位 我跟你说 有本事的人不用 没本事的人贼用 完了 贼多钱 反死 你放心 你放心 你的事我得管 我打个电话问问她 打什么电话 怎么会 还不够丢人的呢 算了算了 几千块钱呢 我想拍了 那行 那不打了 能打还是打吧 你给他打 你说话隐晦点 行行 别说咱俩在一起 你出去打 行我出去打 你快点回来 好好好 你招这么大提 你真犯不上 多得点钱 少得点钱 能怎么着 是不是 咱们还有那一万呢 不是 打完了没有 哎哎哎哎 你刚出去还没打成呢 你过来过来 你姐夫刚才说得对 你听姐的 那不就差那一万块钱嘛 是不是 要说这个心态啊 你可能比我和你姐夫 那宽敞得多 但是要论的生活经验 那姐和姐夫 还是比你那差 我去看看她 咱俩在这放屁的 哎哎哎 说好了没有 哎呦 全打听清楚了 来来来来说 小一方 这下全明白了 李兴国王二愣 确实都是那些钱 凭什么 但不是奖金 是生活补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了 这怎么了 听见没有 啊 平衡了 这怎么 生活补贴 啊 啥意思啊 说明他们过得没我好 是吧 多点钱 多点钱怎么了 不是 她还是比你多呀 人家是一万二啊 多两万才好呢 说明她生活更不好 不但我不嫉妒 我还要拿出我这一万块钱的当中的一些钱 我给她 我补贴她 嗯 这心情不就平衡了吗 哎呀 哎呀 对不对 哎呦小姨夫你要是这个境界的话 那还一个事我告诉你吧 什么事 你们单位新调来一个经理 对呀 跟你同名同姓 是的我知道 三天前调来的我还没见面呢 她还是没明白 对 也就是说我看到的那个奖金表 第一个名跟你同名同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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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爸都别管他 这种事让他自己行 啊 能使 哎 不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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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了 打电话 你打什么电话呀 别打了 哎呀你别打电话 小姨夫 就刚才你这出 我就应该给你录下来 让你看看你什么样 我实话告诉你吧 刚才这一系列的事 都是我编的故事 我怎么不死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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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我这么做主要是 想让你知道什么叫舍得 什么叫舍 什么叫得 你就舍得我 不一走 上一边 上一边 别别 上一边 来坐下来来来 我跟他谈着 对对对 你快坐 来 你上一边 啊 那个咱俩聊聊 我也采访采访你 好不好 我问问你 你幸福吗 怎么玩 你幸福吗 那这儿不过去了吗 我赶你这儿没过去 你就告诉我 你生活得幸不幸福 幸福啊 我每天忙忙碌碌 上下班 挺充实挺幸福啊 家里呢 谁家 你家呗谁家呀 家里挺好啊 你是挺好 你考没考虑过 你家里另一半的感受 人家 嫁给你 那就是打算风雨同舟 跟你相依相伴一辈子的 跟你挣钱多钱少 没有关系 家不是旅馆 男人 在外边乘风破浪 你得不时地回到家 这个港湾去休养生息 加油补给 听明白了吗 今天就是你该加油补给的 你现在没有人日子了 陈先生 嗯 说啥我一句没听懂 咦呀 什么玩意怎么了 我爸的意思啊 说你该加油了 我车上还有两个呢 哎呀没说你的车 是说你这艘破船 哎呀行了 妹夫 我就实话实说吧 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对 我妹子 你媳妇过生日忘了吗 啊 今天几号你快看 哎呀 今天是她的生日 对 坏了坏了坏了 我把二月当三十一天过了 哎呀那怎么办 给她打个电话 不是没买花的 得了别来那套了 识会的吧 赶紧回家接她去 啊 就在我家 咱们热热闹闹的 拖一个生日行不行 对 我土豆丝都给她炒好了 对 爱都预备了 姐 姐夫 盛峰 你们今天真的 时时会会给我上了一课 你们要是不给我维修 我这艘破船呢 今天有可能就出交了 谢谢你们 我现在就给她打电话 我去接她 好 对对对 好 好好说啊 态度好点 先过来 先过来 不是怎么还有事啊 这回能好点 我奖金到底多少 一万 一万啊 说准了 我清楚地看见了 土豆丝倒掉 倒掉 今天跟我出去 吃海鲜 都去都去 我先打个电话 你打电话吧 喂 老婆 你等等 祝你生日快乐 行了 你别骂人 我没说 我是这大半年 我没有怎么照顾你 我憋个大的 待会儿啊 我就给你个惊喜 我去接你啊 快去吧 快去吧 走了走了 哎 回来了 哎呀 你说 我小姨父这人挺好的 不是 哎呀 是不是啊 妈问你事 你说说 那个他真得一万呢 我盒子去把子他 哎 妈呀 那一会儿回来 那要犯新当病可咋整啊 爸妈 我也有这个阶段 我是过来人 实在不行 我拿一万块钱给赵总 当奖金给他发过去 要是一万块钱 能把小姨父的心态买回来 这一万块钱花得多值啊 哎 你好 我赵刚子 我是赵刚子呀 这还能有假吗 我是赵刚子 啊 小虚传说我未对潜逃了 我到哪儿潜逃去呀 我有经费吗 我就潜逃 别听他瞎说啊 这玩意 你这不知道谁没事 这吃饱撑得胡说八道的 你说你 喂 说话 喂 电话拿错了 喂 哪位 啊 你知道我现在急需用钱 想给我提供一笔经费 你哪位呀 小鹅贷款 你去一鞭子车 这怎么呢 这谁也吃饱撑得这造谣这是 干啊 啊 小鹅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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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又惹你爷爷生气了 王叔啊 别生气啊 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乘船 哎呀 干嘛 啊 你要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啊 一会儿我和你说个事 你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乘船 王叔 你看你这话说的 有啥事你说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吗 我知道你什么人 哎 今天小鹅 有人说你闯祸了 你知不知道 对呀 还说你什么 要违罪潜逃 谁说的呀这事 你想知道吗 想知道啊 就是他 王小鹅 这事是你说的呀 来你过来 你过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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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刚才说了吗 大人不计小人过 宰相都里能乘船 你要真想揣他 你揣他后屁股两下行不行 你干着老王就留个个儿你 过来 把屁股绝得我穿一下 我我我我我 你绝一下吧 我我我也是为你好 行了 你过来 啊 王小切啊 你说你没事 你是吃饱了 你是怎么的 大哥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 好啊 好你没事 你出去造谣说我惹祸了 我惹什么祸了我 大姑姑 你今年早上 是不是扶起一个昏迷的老头 是啊 旁边有人看着吗 没人呢 大早上起来就我俩人啊 嗯嗯 谁能证明 这老头不是你撞的 哎呀 哎哎 不是 不是这事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是他倒了 我把他扶起来 然后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送到医院 你给人留下姓名 电话 还有单位地址干啥呀 医院让我留的呀 火器在先垫付的医药费 完了人医院说了 回到他家属来了 再把钱还给我 嗯 他还你钱 怪不得二姑说你颜值挺高 智商为零 你选什么话 这是胡说八道 那大姑父这是做好事 爷爷 你不仅颜值不高 智商为负数 这大伙说我要有一点智商 我能养你这样的孙子吗 我这个颜值 能帝还不如我 你还不如能帝 你知道咱家这叫什么吗 黄鼠狼下耗子 一窝不如一窝 那也是你们家的 你再说 黄鼠黄鼠黄鼠 你心不心 别着急 关于下耗子的事咱以后再说 来来来 黄鼠你过来 把我家你过来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担心我 怕我被别人给额上了 不是担心 你已经被人额上了 人胡说八道 不是你们咋不信呢 大姑父 谁上这事不跑啊 不躲呀 你还往上冲 哎 不是 我不冲怎么的呀 我这是做好事啊 我还告诉你 王老欠 我矫正不怕邪歪 对 那得看你遇上什么邪 里边要是有沙子 个死你 正在那胡说八道 没事 别瞎说 不是 哎 不是 爷 大姑 你们不信是不是啊 就不信 大姑父 我让你看看你救人之后的后果 还后果 爷爷 我求你点事 麻烦你一下子 干什么 你躺着 我 从现在开始 你就好比是昏倒那老头 我就好比是你亲孙的 还好比是我亲孙子 我有你这样的孙子 我都算败笔 你知道吗 还好比 倒霉的玩意儿 知道吗 哎 就为了结穿他这个牛论 咱俩配合 行 你夫那个老头躺哪里边呢 哦 当时他就躺在马路边上 哦 行 咱俩 老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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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躺这儿 你 躺那儿吧 我给他服医院去了 医院里边有床 医院那个床我不躺不激励 那你也不能躺地上多凉啊 这接地气 大姑父 后边 你后边 你抽好了啊 现在就开始了 啊 哎呀 我的爷爷呀 爷爷 我还没死啊 你别说话 你这 爷爷 是谁把你送到医院的 那个是我给他送到医院的 哎呀 你为什么把他撞倒了我 我没撞倒他 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躺地上了 然后我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去的 你瞎说 我爷爷这辈子 除了睡觉就没倒过 你一个月挣多钱 我一个月挣三千呢 挣三千块钱就敢扶老头 爷爷 以后你哪没好家 三千块钱你别搭顾 五千起 放屁 你拿我当专业碰瓷子了是不是 爷爷你别说话 黄小倩你别在这儿胡儿八道的 那你那意思 五千块钱以上才能扶你爷呗 像我这种挣三千的 就只能在旁边卖单呗 不是 那个大伙子 你现在挺往一眼 你别管你挣多钱 是不是你撞的 怎么是我撞的 他倒地上 我把他送医院去的 他自己倒地上的 他怎么倒的 来王叔你配合一下 你先躺下 停 大家伙看着了吗 是他把我爷爷给撂倒的 拿钱吧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拿钱吧 王小倩 你这不害人吗这不是 王小倩 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害人呐 我告诉你王小倩 我还就不能看着这么一个老人 倒地上不管 明白不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爱讹什么讹什么 人就得干点人该干的事儿 王叔你这咋的了 太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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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 这有王小倩子的呢 我给我大姑先生说法呢 哎呀 大姐夫快跑啊 等会一家属来了就跑不了了 哎呀你这孩子放心了 家属来了也不能像毛小倩那么顺子 哎呀王叔打听过了 他家是没孙子 但他有个女儿 有女儿怎么了 哎呀 还有女儿咋的了 大姐夫 你是真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是不是啊 那我就继续献身说法 这 王叔 请你继续配合一下 你说这个味儿还贵我了 你说你 麻烈 麻烈 你看这 哎呀 你看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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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把你装成这样的呀 是谁把你扔到医院不管的呀 不是 是这样 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哎 哥哥 哥哥 不是 哎 那个 那谁 你先松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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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次用 我 我跟你说 啊 哥哥 你不知道 我从小就没有妈妈 我是跟我爹相依为命 可现在你把他装成这样了 不是不是我把他装 我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怎么着 你得对我们家做点补偿吧 那你说怎么补偿啊 你别开这种玩笑 我已经结婚了 明白不啊 大姑父啊 这事我替你扛 你要滚一辫子去 你家便宜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啊 你俩都滚一辫子去 看热个闲事小是不是啊 干嘛 哎 不用害怕 我还就不信了 做好事还做出错误来了 他们这都是假设 假如有人和你 怪死 我替你打 我替谁打怪死 哎呦 爸 爸 怎么了这是 咋了这是 别提了 咋了 别提了 我不是在这社区喷泉下边那溜达吗 啊 就看那个喷泉下边那水石子边上 有个人在那哭哭喳喳的啊 我就过去看看热闹啊 结果看一个人在那旁边 站在那围着那个圈上 他就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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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顾看他了我也没 我也哭啪啪的 我就掉在池子里去了 就看上边这个人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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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那人我知道 他有时候经常喝酒 他一喝多了就在那数数 多亏那水池子里没有多少水 哎呀 还得多亏这位姑娘 应该 是他把我给救上来的 哎呀 谢谢你啊 谢谢你救我爸 客气啥 谁看着这种事都应该帮一把 不行 那我也给好好感谢你 这样 你要实在想感谢我啊 就帮我找一个人 找谁啊 你们物业公司我叫赵刚子的 这位女士你找他干啥呀 就是他把我爸送去医院的呀 所以我要来找他呀 小新 你要干什么 从小我就失去了我的妈妈 只有我跟我爸爸相依为命 我爸爸说了 以后嫁人就要嫁这样的好人 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我 如果他不嫌弃 我愿意嫁给他 他那个情况是这样的 那个 我跟你说啊 小妹妹 赵刚子救你爸爸呢 是他应该做的 我告诉你 现在像这样的好人非常多 回去告诉你爸爸 他不用谢 另外呢 你跟赵刚子在一起不合适 他比你大多了 不会吧 我听说他没比我大多少呀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还不相信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就是赵刚子 啊 好 好 嘿嘿嘿 快乐是个宝贝贝 谁找到了谁不累 嘿嘿嘿 快乐是个蛋糕 谁配上谁就还配 大一面 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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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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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身边最快乐的人 嘿 欢乐的ファミリ 也像一面 像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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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与金